海马作为地球上唯一一种 由雄性生育后代的动物 一直有着男妈妈的外号 在繁殖的过程中 雌性海马只负责将卵产在雄性海马的育儿带中 接下来的兽精 孕育以及分娩 将由雄性全权负责 而下面这种鸟类 虽然无法代替雌性生产 但同样不实为一个超级奶爸 从孵化到养育不但一手包办 而且一旦有任何风吹草动 就会秒变加瓦瓦机 张开自己的翅膀 加起幼崽就跑 所以常被人戏称为家总 这便是著名的网红生物 非洲水质 它们是一种高度水期的社群 在非洲广泛分布 由于常需要在水草间行走 所以长了一双像超模一样的大长腿 它们的脚趾巨大 能以最小压墙站立在水生植物之上 施展轻宫水上飘 非洲水质实行一期多复制 且此鸟体型比熊鸟更大 它们会与众多熊鸟交配 产乱多达数十窝 但它们只负责胜 不负责养 一旦造娃完成 就会离马蹄裤子走人 继续寻找新欢 熊鸟只能当起全职奶爸 它们负责孵卵并照顾后代 不得不说 熊鸟带起娃来非常的靠谱 闲暇时带着娃四处溜达觅食 天气一旦转凉 鸟霸的翅膀是幼鸟的温暖港湾 一旦发现危险 更是它们的保护赛 鸟霸会用它的嘎吱窝 夹起小鸟就跑 非洲水质在自然界中的天敌众多 能够攻击幼鸟的捕食者 自然也能攻击鸟霸 用两面夹击的方式 带着一堆娃跑路 必定也会降低鸟霸的逃生机会 但或许是天性的使然 即便危险近在眼前 鸟霸还是义无反顾的选择 将孩子护入怀中 这种是独知情 最天然也最动人